上一期的视频我们演示了如何在12代的小主机上安装黑群灰以及硬件直通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教大家如何在PVE上实现一击多尺 实现SRIOV虚拟核显多录输出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着大家玩虚拟机的金水 我们在这儿默认安装一个全新的PVE 本次安装的小主机是N100 当然其他的插不了设备也是通用的 首先我们来到SHELL 我们要先替换一下国内的圆 因为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在这儿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 在这儿讲的比较快 想详细了解的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首先我们需要把自带的圆先备份一下 然后我们要把它注视掉 我们在前面添加警号 注视掉之后我们添加清华的圆 Ctrl X加Y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编辑企业圆 我们把之前的自带的圆注视掉之后 我们添加企业的圆 然后Ctrl X和Y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更新一下圆数据 接下来我们把LXC的圆也替换成清华的圆 首先我们还是要备份 备份完成之后我们替换 替换完成之后我们重启一下服务 最后我们升级一下PVE的内核 首先要更新一下配置 接着我们输入这段代码升级内核 出现这段代码就表示我们的内核已经升级完成了 接着我们重启一下PVE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期视频最重要的部分 编译i915的驱动 首先我们要输入这段代码 安装GIT DKMS 接下来我们输入这段代码下载我们的库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显示100%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下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i915的文件夹 我们要编辑一下Config文件 我们需要把这里替换成i915的这段代码 第二行的内核这里我们需要改成我们自己现在的内核6.2 修改完成之后我们保存退出 接下来我们把此文件夹复制到我们对应的目录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进入这个目录 我们输入这段代码执行编译命令 这个编译的时候会稍微有点慢 大家要稍微耐心等一下 我们输入这段代码查询一下 出现这段代码就代表我们的编译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设置直通 输入这段代码我们进入编辑 在这个后面我们也需要加入我们事前准备好的这行代码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些其他设备的直通 加入一些预选项 首先我们进入编辑界面 我们把事前准备好的代码粘贴上去 保存退出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新一下Guru 然后我们需要更新一下 更新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安装Sysfo 输入这段代码之后我们就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的SRIOV核显数量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使用的是N100的CPU 在这就建议不要超过三个 分的数量越多 那么每分得一份的资源自然就会越少 当然如果你有更强劲的CPU的核显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性能来进行分配 只需要把这个数字替换成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两个三个或者四个 我在这给大家做演示只演示一个 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就需要重启我们的PVE 重启完成之后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Shell 检查一下我们之前设置的虚拟核显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02的 就是我们的核心显卡的本体 那这个02.1的就是我们虚拟出来的可写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Local 点击ISO镜像 然后点击上传 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系统跟驱动都传上去 那下面我们就创建我们的Windows虚拟机 名称这边我们输入Win10 然后点击下一步 操纵系统这里我们选择Win10系统镜像 类别我们选择Windows 然后点击下一步 系统这里机型我们选择Q35 存储这里我们选择现有的就可以了 磁班这里我们选择SCUS 磁班的大小最好是给到50G以上 我在这给到100G 大家酌情处理根据自己的大小来分配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CPU这里类型我们选择host 核心这里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CPU来给就好了 因为N100是4核 我们这边直接给满 内存这里Windows最少要给到4G 所以说我在这就给4G 内存有富裕的小伙伴 你也可以给到8G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网络这里模式我们选择虚拟化网口 然后点击下一步 确认无误之后我们点击完成 我们点击刚刚创建好的虚拟机 添加一个公区 在这点击添加 选择我们上传好的驱动 然后点击确认 接下来我们来到选项 我们把引导顺序修改一下 我们把Windows的镜像拖到第一位 驱动拖到第二位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我们来到控制台 我们点击开机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出现这个画面 就说明你的BIOS可能是有问题的 它是不能启动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重新关机来到虚拟机的硬件 我们把BIOS从UEFI改成普通设置 接下来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好我们来到控制台 点击启动 我们接下来按ESC进BIOS 然后我们来到预设 回车进入 接下来来到安全启动选项 回车进入 我们把安全引导 这里我们需要关闭 我们把光标移动到这个选项里 然后按两次控格取消选项 然后我们回推到主页面保存退出 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且愉快的Windows安装过程了 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啰嗦了 但是在这儿只有一个重点 在安装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的是虚拟化的硬盘 没有使用直通的硬盘 这里应该是检测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儿给它增加一个驱动 我们点击浏览 找到我们之前添加的驱动 然后往下拉 找到Windows的驱动选项 在下拉菜单里面找到驱动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我们之前分配好的100G的硬盘 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好 我们一路下一步 抽点完成之后 我们安装一下驱动 来到我的电脑 打开上传的驱动 找到X64双击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英特尔的官网 找到N100的核显驱动 官网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稳定版 另外一个是最新版 在这儿建议大家安装稳定版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把我们下载完成的驱动 放到桌面上 以便我们后期再查找 好 我们现在把虚拟机关机 接下来我们来到PVE的后台 来到Windows的虚拟机 我们找到硬件 在这里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虚拟的核显 我们点击添加 选择我们之前虚拟化的02.1 我们点击添加 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顺便把之前多余的驱动器全部移除 这样看起来更干净 然后我们来到控制台 然后点击开机 开机完成之后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一下核显的驱动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打开一下远程桌面 因为待会我们要用得到 打开远程桌面之后 我们需要找到本机的IP地址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地址记录下来 待会要用得到 好这些信息收集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Windows关机 继续来到虚拟机的硬件 然后我们需要添加虚拟核显 这里大家要注意 把主GPU要勾选上 之前是不需要的 完成之后我们点击确认 显示这里我们设置为5 如果大家同样出现这段错误代码 可以尝试把它改成标准的VJA模式 然后我们点击启动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Windows机动 远程控制 把我们刚才记录下来的虚拟Windows的 IP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填入我们之前设置好的用户名跟密码 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程进入 虚拟核心的Windows主机了 继续之后我们找到设备管理器 大家可以看到硬件这里 显示GPU是正常的 做到这一步 你就可以通过拆分核心显卡 来配置多台需要显卡的设备了 但是在这儿要特别强调一句 你拆分的越多它的性能也就会越分散 也就会越弱 好了 相信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都应该学会了如何让核显 利用SRIOV实现核显拆分 希望这期视频在你直通核显的路上 对你有一些些的帮助 视频相关的一些文件和代码 我都会放到我们视频的下方 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取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就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经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